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Gigi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一改往日看的区域不同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套维宇休斯顿市中心的一套新房子 而且它是一套独栋别墅 为什么我要强调新房子和独栋别墅这两个词呢 是因为在市中心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通常情况下My Apartment或者是My Condo Townhouse 就是比较多的这个上班族的选择 那独栋别墅是因为它有占地 所以它投资价值更大一点 所以说我通常倾向于大家去投资独栋别墅 哪怕如果您觉得这些市中心的独栋别墅的价位比较高 其他的周边区域的独栋别墅 那也比投一个Condo Apartment或者是Townhouse的这种连牌要强很多 因为占地就是优势 它就是资源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位于休斯顿610高速公路 也就是休斯顿一环里面那套房子 这套房子离医学中心 离赖斯大学 离休顿博物馆区 离休顿最繁华的Up Town上城区都是非常非常近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并且这套房子是一套新房子 您知道现在新房子的建房成本已经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 而这套房子现在售价是100万美金出头 现在售价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并且这个房子的设计我感觉很年轻化 挺就是挺Instagram那种风格的 就是灰白黑的这种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套房子可能比较会适合年轻人的一些口味 那现在休斯顿是一个移入人口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我越来越多的客户也都是就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他们毕业之后来休斯顿找到了工作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房子会有一些 我的年轻的客户群体会比较喜欢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种风格 因为这种风格我拍的比较少 我以前拍的那种传统性的美国别墅风格比较多 而这套风格是一套比较现代化的一种别墅风格 带大家看一下这种别墅是什么感觉的 如果您对休斯顿的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随时联系我 现在先让我们看看这个房子吧 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在休斯顿市中心的一个新房子 你看它周边有很多房子已经被翻新建了 但是就像这种 像这种就是老的建筑 那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套新的 一个非常现代风格的一个建筑 好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 一进门呢先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走道的空间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书房 再往前走往左拐 才能看得到它的客厅的位置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到它非常公共的区域了 这边是客厅的位置 看这个房子的窗户非常多 所以现在什么灯都没有开 特别的亮 并且有漂亮的推拉门 整个房子的基调 就是这种灰白黑的感觉 高挑的挑厅 从这边看一下 哇阳光洒满了房屋 好了现在我们来客厨房的位置 厨房用的就是这种白色的基调 然后这个区间是放冰箱的 然后厨房旁边是这样的一个柜子 全设计上的柜子 可以放您的油盐酱醋茶 这个房子很多东西用的是比较高端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炉灶 哇这是几个炉灶 这是八头炉灶 配到上面的八头抽烟机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水管 方便您煲烫的时候接水 然后您看它的烤箱是在下面 这两个是烤箱 然后这边是洗碗机 然后旁边是微波炉 这种感觉 它这个房子是设计师款 所以你看所有的灯具都是换掉的 都是比较好的这种灯具 这边就是洒满阳光的早餐厅 因为这个房子窗户特别的多 所以显得整个房间都很亮堂 我现在在这个状况下是任何灯都没有开的 而且它大玻璃窗真的是很漂亮 我觉得有一点点缺点就是这些玻璃窗 可能都需要装上窗帘会更好看 可是我环顾了四周一下 这个房子隐私性很好 比如说您看 我们现在往外看 只有这边有一个小窗户 可以能能看到这个房子 而周边是没有窗户能看到这个房子的 我再在看这个窗户啊 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都是没有窗户能看得到这个房子 因为它隔壁邻居的房子比较矮 好了我们现在往这边走 看一下客位 整个房子的构造呢 是四个卧室四个半洗手间 所以每个卧室都带洗手间 这种构造还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们就 现在你看我这种没有怎么开门的 好我往这边走 你看我这种没有怎么开门的这种房间 都是储藏间 包括这边 这些都是储藏间 好了我们往现在往二楼走了 这个房子就是典型的 跟加州还有纽约很多城市比较像的这种 卧室都在楼上的房子 而且在西渡顿的很多很多的设计来讲 主卧都在一楼 这个在西渡顿算是特殊的 它主卧在二楼 现在我们上二楼了 看二楼一上来还有一个大阳台 我们看看这个大阳台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阳台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说实话 这个阳台望出去没有什么东西 也可能就只能难试出来抽抽烟什么的 比较方便了吧 并没有风景的阳台 但是看房子看的就是性价比 这套房子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因为在这个区域当中 很多房子都是将近二百万的 而这个房子是一百万出合价位 所以您这么来看的话 这个房子还是不错的 好了 现在我们进来的是一个卧室 这是位于阳台旁边的一个卧室 大推大门 然后一一帽间 再往里走 就是它的洗手间 这样一个淋浴间 这个卧室 洗手间是没有浴缸的 但是有窗户 所以很亮堂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卧室 好了 我们现在往外走 看它的第二个卧室 整体的二楼的结构 全都是木地板 这时候 另外一个卧室 它的卧室面积还是很大的 因为整体是四千三百多尺的居住面积 这边是衣帽间 衣帽间做的格子 还有窗户 蛮细心的 再往这边走 就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因为每个卧室都带洗手间 所以这种设计是比较实用的这种设计 这个淋浴间旁边还有窗户 好 我们上对面看一下 右手边是第三个卧室 这个卧室相对于 刚才那两个卧室稍微小一点 然后这个卧室的洗手间是没有窗户 就没有窗户了 要开灯了 一个带浴缸的洗手间 最里面才是主卧 主卧出门 主卧门口这儿 是洗衣房 为什么洗衣房挨着主卧呢 这个老美的设计师的观念就是主人洗完衣服 主人衣服脱下来要把衣服放到洗衣房里去 所以通常洗衣房跟主卧是挨着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大大的主卧 主卧里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衣帽间 而且这个衣帽间带窗户 全部都做了橱柜的衣帽间 其实您可能觉得在中国这些做橱柜并不是很贵 但是在美国这种定制的橱柜价格还是很高的 要几万美金才能做得出来 好了 我们现在就进来他撒曼阳光的洗手间 这个是马桶间 再往里走 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卧 独立的浴缸 然后两个洗手台 再往里走 是一个walking的一个云浴间 按摩式的浴缸 顶上还有一个大喷头 这都是一些好摘配的 然后这个淋浴间也有一个小窗户 设计师非常注重采光的处理 所以说整体来讲所有的房间都很亮头 并且呢这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 从洗手间可以出来 出来呢又做了一个这样的小阳台 这个小阳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 第一次见 但是景观性呢并不是很好 可能 可能用处不是非常大吧 但是这个地方留了电源线 流了水的这个管道 好我们进来 现在让我们去他漂亮的院子 看看院子不大了 因为这个房子整体占地只有6000多尺 而居住面积就有4300多尺 所以其实他院子不大 一出来就这样做了一个大的派对 一直做到那边 从这边给大家看看 然后您看他的这个主机 空调主机的位置 安在了离房间非常远的位置 这个设计非常好 他把线都引过来了 这样的话一点都不会打扰到房间 这是一个大派对 然后在派对的外面 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很大的院子 占地整体是6500多尺 因为这毕竟是市中心的别墅嘛 你不能要求他的院子非常大 这也是比较好的院子了 而且这个房子 你看这个块有棵大树 这个大树已经被砍了 估计在翻新之前 这棵大树很茂盛 所以会挡到房子 很粗的一棵大树 好了这就是他的院子了 今天的房产小贴士 想跟大家主动介绍一下 您在美国选房子 每一个房子灯都不是很好看 如果您想把您的房子弄得 感觉一下就哇 豁然开朗豁然漂亮 感觉高大上的话 您就要把灯换掉 那您看我背后 今天看到这大房子这些灯 其实这些灯在美国买是非常非常贵的 如果您在美国买这种水晶灯 如果它是1767切工的这种工艺的话 少则八九千美金 多则几万美金 是相当相当贵的 那怎样损责灯呢 如果您想换这些灯来怎么换呢 我下面提供了好几个网站 您可以在这些网站上选择你喜欢的灯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淘宝 买一些漂亮的灯 然后就拖运过来 但是您一定要记得 这边的电压是110伏 而中国的电压是120伏的 所以在您购买的时候 要看好灯的电压匹配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点就是您买回灯来了之后 怎么安装这个灯呢 您看我背后的这个水晶灯 这个水晶灯其实还是蛮重的 它基本上能有10斤左右的这种重量 那您需要专业的constructor来过来给您安装 千万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安装 因为比较重的灯牵扯到房屋沉重的问题 如果您装不好的话 可能会灯随时掉下来 伤着小朋友伤着家人 那就不好了 所以呢今天 如果您对灯感兴趣的话 点击我下面的链接 下面的链接会显示一些 我比较常用的灯具的网站 好了今天的房层小贴士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